师尊喜欢上了他唯一的徒弟 可是徒弟却联合他人夺取师尊的修为和契运 谢锦诚这才意识到原来自己的徒弟云荣竟是如此卑鄙之人 他心如死灰 最终选择自费修为 暴体而亡 临死前 他留给徒弟一句誓言 云荣 你记住 这辈子是我错误了 若有来世 我绝不会对你动心 连以为一切就这样尘埃落定 可没想到谢锦诚在系统的帮助下重生归来 大概是因为上一世自爆的后遗症 这一世他竟然成了一个灵脉狭窄的废材 只能靠蚕食攻略对象的气韵才能变得强大起来 不过这正合了他的意 这一世 他不仅要夺回修为 还要修炼得更强 向云荣复仇 而这一世的云荣不知为何年纪轻轻却白了头 而且还反过来成为了谢锦诚的世尊 不过这些谢锦诚都不在乎 他只在乎如何找机会给云荣使绊子 将上一世自己受的都一一还回去 眼下云荣正在与同门储词比武 他手持绝世宝剑 视如破竹 眼看储词就要败下阵来 谢锦诚暗中使诈 向着云荣飞出树针 可是比武场上的云荣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怎么回事 难道没打中 谢锦诚不甘心的再次甩出树针 可依旧没有任何反应 难道云荣身上有金刚罩吗 他不幸邪的双手齐发 将袖中的针全部甩完了 我就不幸今天弄不死你 可云荣全程都像没事人一样 冰冷的剑架在杵刺脖子上 成功赢得了这场比试 做贼心虚的谢锦诚 脚底抹油 打算开溜 去哪 云荣不知何时出现在他的身后 并且叫住了他 谢锦诚暗道不好 不会被发现了吧 他冲着云荣笑得一脸谄媚 世尊真厉害 我方才就觉得世尊一定能赢 云荣直接无视他的话 伸手摊开在谢锦诚面前 这是你送我的礼物吗 很别致 那掌心中赫然是一把发黑的银针 谢锦诚吞了吞口水 玩犊子了 前世 他被自己心爱的徒弟迫害致死 一招重生 谢锦诚只想复仇 他一定要找机会杀了他那孽徒 可是他那孽徒不仅成了一代宗师 还阴差阳错成了自己的世尊 而自己这个废材想要除掉 他肯定得好好谋划一份 隐忍多年 终于在比武大会上找到机会 他对着正在比武的云荣甩出树根毒针 却不想当场被抓包 人赃并获 既然如此 索性摊牌 决一死战吧 可没想到世尊只是淡淡说了两个字 回家 谢锦诚顿时愣住 这是难道这就这样接过去了吗 阿T突然间他打了一个大大喷嚏 嘖嘖 如今自己的灵力低微到连郁寒都做不到 忽然 肩上一众 云荣为他披上了一件红色大肠 谢锦诚心里警惕 无视献殷勤 非奸即道 可面上却乖巧道 多谢师父 他想着要不要编个理由解释一下 方才自己为何用毒针偷袭他的事 可师尊看出他的心思 直接打断他说不用解释 而后大步往前走去 还不跟上 云荣回头看着还愣在原地的谢锦诚 而此时的谢锦诚正在揉着眼睛 方才有雪花进入了他的眼睛 而云荣刚好回头 所见便是谢锦诚好似在抹泪的可怜景象 他正了正 面上还是看不出任何表情 心上却是一慌 我并未说他什么 他为何哭了 他猝着眉 犹豫着自己方才是不是 应当让他扎上一针 而此时的谢锦诚 看见是尊正盯着手中的毒针琢磨着什么 当时心尖都在发颤 他该不会是想用毒针直接扎死我吧 两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 谁也不敢先动 云荣看出来谢锦诚眼里那掩盖不住的警惕和防备 如同一只被敌人逼紧了叙事待发的小兽 他叹息一声道 其实你并不愿意做我弟子 对吗 自我收你为徒那一日开始 你逃跑了360次 触犯门规891次 而且但凡我所在之处 你从不会来 谢锦诚的心思被当面戳破 看来是时候撕破脸兵戎相见 是 我确实不愿意 所以师父生气了 想要杀了我吗 那声音质地有声 却浑身都在发抖 他偷偷伸手到背后找系统讨要转身草 如果云荣恼羞成怒大打出手 自己就可以借假死彻底摆脱他了 然而云荣并没有恼羞成怒 只是在雪地里沉默了会儿 而后轻声道 好 谢锦诚一愣 他什么意思 云荣定定看着他 我放你走 话音方落 云荣转身头也不回地走了 谢锦诚站在原地 呆呆地看着云荣离去的背影 他到现在还回不过神来 不敢相信这么好的事 真的发生在了自己的身上 云荣走到不远处后顿住 雨声低沉地问剑林 他走了吗 没有 他在跑 而且马上就看不见人影了 谢锦诚这辈子就没跑这么快过 万一那家伙反悔怎么办 可是 他万万想不到 夜里他会心甘情愿地回去 而且还会半夜潜入师尊房中 对着师尊一顿上下起手 徒弟半夜爬上师尊的床 要对师尊图谋不轨 结果直接被师尊给贴贴了 谢锦诚看着熟睡中的云荣 偷偷伸手向他怀里探去 在那温润的怀中摸来摸去 摸得假装熟睡的云荣 心扑扑狂跳 额间直冒热汗 那手在云荣身上摸了个遍 可谢锦诚还是没找到 纯军剑到底在哪里 看着床上的人没有半点反应 一个疯狂的念头缓缓涌上心头 自己现在是不是可以趁机杀了他 你睡了吗 云荣屏住呼吸 不给任何回应 这可真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谢锦诚五指成爪 对着云荣的心脏狠狠地掏了下去 突然云荣身上闪现一道结界 直接将谢锦诚弹开 手上一阵剧痛起来 谢锦诚一口牙都快咬碎了 抱着自己被震麻的手疼的眼睛里 直冒泪化 直接攻身躺在了云荣边上 系统告诉他 云荣身上穿了件隐形的胶纱 那胶纱刀枪不入 水火不清 打在他身上的灵力会被反弹回来 谢锦诚一把揪住系统 你咋不早说 我要是力气在大典 可能就把自己活活疼死了 他娘的真的好疼啊 系统又告诉他 这是前世他自爆留下的后遗症 会让他的痛感异于常人 他正疼得一抽一抽之时 旁边躺着的云荣突然动了 谢锦诚吓得一下僵住 他方才是在装睡吗 就是为了等现在有理由杀了我 黑暗中响起云荣一声轻轻的叹息 别动 云荣握住他那只受伤的右手 灵力柔和地替他一点点修复手上的伤 压制着那股疼痛 谢锦诚被他还在怀里 不敢动弹 直到手上的伤完全好了 云荣才轻轻挥了一下手 带着淡淡枝子花香的被子 盖在了两人身上 睡吧 云荣的手没有收回去 虚浮在他的手上 好 好的 谢锦诚吓出一身虚汗 云荣为什么没杀自己 难道是觉得这么轻易 让自己死太便宜了 想让自己生不如死 而他不知道的是 上一世他爱云荣有多深 这一世云荣便爱他有多深 他云荣只偏爱谢锦诚一人 只愿收谢锦诚一个弟子 可是谢锦诚自始至终 都不愿当自己的徒弟 更不愿留在自己身边 云荣不想再强迫他了 他选择解除他们的师徒关系 决定放他离开 晚上宗主为他新收了一名弟子 可云荣直接一把火烧了 当初建造的弟子院落 那座院落自建立之初 自始至终 只有一人住过 便是谢锦诚 他对着宗主送过来的那名弟子说 我不是你的师尊 我这一生只收一名弟子 这个人是谢锦诚 师尊和徒弟这这这 这是什么神仙画面 师尊要搂着徒弟睡觉 可徒弟一心想偷师尊灵府里的纯军剑 于是他开始穿多师尊脱衣服 师尊 你穿着衣服睡觉不会不舒服吗 他心中暗笑 只要师尊脱了衣服 自己就能从他的灵府中 把纯军剑拿出来 可师尊却说 你也未脱 谢锦诚二话没说 三下午除二将衣服退了丢到床下 然后不等云荣拒绝将手伸向他的腰风 乖巧道 徒儿帮你宽衣 云荣认他为所欲为 层层衣衫在谢锦诚的手下缓缓解开 从外衣到内衫 白皙的胸膛暴露在空气中 谢锦诚突然发现在那光滑的肌肤上 摸到一道凹凸的不平常疤 他微微一正 他身上什么时候有的疤 算了 这不是我该操心的事 他歪着脑袋乖巧道 师尊 我想看看你的纯军剑 好不好 云荣脱口而出 好 可纯军剑的剑灵却惊到了 他是不是想拿我来砍你 云荣淡淡的 他拿不出来 而此时谢锦诚手中聚集了灵力 直接探入了他的灵符 云荣疼的闭上了双眼 藏在灵符中的小剑灵下的瑟瑟发抖 怯怯的喊着 主人 我怕 灵符可是你最脆弱的地方 只要他用灵力摧毁 你非死即伤啊 而谢锦诚也想到了这一点 他眼神威眉 云荣这么放心的让我进去 他会蠢到轻易把命交到我手上吗 如果自己真的动手 没准下一秒就死了 于是 他并没有下手 只是将纯军给拔了出来 一阵绚丽夺目的光照亮了屋子 纯军剑就那样轻而易举的被谢锦诚拔了出来 云荣向来波澜不惊的眼神松动了 如同平静的湖面掀起阵阵波澜 纯军剑只有无心无情的人方才拿得起 故而能否拔出纯军剑也是检验修无情道之人的标准 原来这一世的谢锦诚真的不再喜欢自己了 他只想要我死而已 而谢锦诚拿着纯军剑对着系统说 我的任务完成了 系统摸摸下巴 上下嘴皮一动 下一个任务 让云荣爱上你 为你破剑 谢锦诚当场呆滞 前世自己那么喜欢他 追了他一辈子 他破剑了吗 他又开始纷纷不平起来 亏我还当了他那么多年的师尊 他联合处辞对付我的时候可没有半点手软 他越想越起 直接给了系统哐当一拳头 这种人压根就没有心 让他破解 你说的容易 这不比让我杀他更难 徒弟趴在师尊身上撒娇耍赖 就是不下来了 上集讲到小徒儿半夜爬上师尊的床 还扒了师尊的衣服 可是就这样 他还是没能杀得了他的师尊 于是他决定转换策略 要求师尊陪他去水天秘境 他心中盘算着 水天秘境凶险万分 保不齐云荣就受了重伤 自己就可以趁机一见了结了他 可是谢锦诚完全不知道 云荣已经将他的所思所想听得清清楚楚 不过他并不介意 毕竟前世自己有负于他 害他生死到消 谢锦诚见师尊总不回应自己 开始装起了可怜 师尊 我一个人会被欺负的 然后还会给你丢脸 我丢命是小 师尊丢脸可是大事 可云荣直接回复他 那你也别去了 谢锦诚顿时不乐意了 我不 他开始撒娇耍赖 并且直接扑倒云荣 死死压在他身上 师尊要是不答应我 我就不下来了 云荣正愣了一瞬 叹了口气道 也好 谢锦诚呆了 他竟然说也好 他什么意思 突然后颈一通 云荣直接一个手刀披晕了他 而后将人紧紧搂在怀中 次日 宗主弟子来唤云荣起床时 就看到床榻边一片狼藉 床上的云长老什么也没穿 而且身上还躺着一个人 定睛看去 竟然是云长老唯一的徒弟谢锦诚 那弟子大惊失色 云长老 你你你 云荣起身 冷冷瞥了他一眼 出去 那弟子陶也是的叫嚷着离开了 大事不好啊 云长老不守规矩 同他的弟子行苟且之事 不出一个时辰 谢锦诚和云荣被捉奸在床的消息 就传遍了整个万箭宗 宗主大发雷霆 质问云荣做何解释 世尊和徒弟被人误会行苟且之事 还被人当场捉奸在床 世尊安抚好受惊的小徒儿 独自前去面对审判 面对宗主和同门的刁难 云荣没有辩解 只是淡淡道 倘若我说真的喜欢我那小徒儿 愿意放弃一切带他离开 宗门可愿意放过我 宗主显然被他气得不轻 隔空一掌打在他的胸口 一心想谋害云荣的处辞提议 废除云荣全部修为 断掉他所有经脉 而忧心云荣的暮色找到谢锦诚 求谢锦诚承认是他勾引的世尊 让他揽下一切罪责 只有这样才能救出云荣 可谢锦诚一听云荣可能会被处以激醒 心中别提有多畅快了 终于等到了云荣落难的时候了 他落井下石道 此事与我无关 我同世尊之前可是清清白白 你不要污蔑我 暮色着急道 只要你认罪 他便能活 谢锦诚冷笑 他的生死与我何干 他修得无情道 作为他的弟子 你指望我能比他多谢怜悯之心吗 就算他真的喜欢我 愿意放弃一切带我离开 我可半点都不愿意 而他们之间的对话 全都通过水晶展现在了宗主和各风主面前 谢锦诚绝情的声音 传遍了大殿的每一个角落 云荣自然也听得真真切切 他的心凉透了 他抬眸 淡淡道 我们之间本就只是师徒 他所言并没有错 楚慈怒指着云荣 动眉动心 犯没犯戒可不是你一面之词说了算 无回风的弟子可是亲眼所见 你们二人不成梯筒地躺在一张床上 云荣冷冷道 我动眉动心 你我说了都不算 只有他说了算 云荣祭出藏于灵府中的纯军剑 右手稳稳地握住剑顶 他轻轻一挥 灵力的剑气就瞬间石化 每一道都冷得像冰刃 这样可行 若非无心无情 是拿不出纯军剑的 楚慈终于无话可说 只能死死瞪着他 宗主终于开了口 此时到此为止 云荣 你回去吧 云荣刚出殿门 谢锦诚连忙小跑过来 上下打量一番 见他没事眼中闪过失落 然而面上却是一脸关怀道 方才还有个人骗我说师尊认罪了 不知安了什么心思 还好师尊没事 云荣用手替他扶去身上积血 又用灵力替他隔绝周围寒意 做完这些 方才看着谢锦诚的眼睛 他没有说错 我认罪了 谢锦诚大惊 认罪 认什么罪 我们之间明明什么都没有 他突然抽风认罪是想干什么 难道他真的对我有邪念 徒弟想毒死师尊 在师尊的粥里面下毒 却没想到师尊把嘴里的粥 直接镀进了他口中 小徒儿在师尊怀中装乖巧献殷勤 说要给师尊主粥喝 可云荣怎么舍得让他的宝贝小徒儿干粗活 说让其他弟子去做变形啊 谢锦诚当即不乐意了 趴在师尊腿上哭唧唧 师尊 让徒儿给你煮好不好 可心中却腹黑的想 要是让别人煮 自己还怎么给你下药 况且自己前世为了捂热他的心 为他洗手做羹汤更是常有之事 如今想来 真是可笑 云荣见他执意如此 只好答应了他 谢锦诚诡计得逞 激动的跑了出去 云荣在他走后突然呕出一口血来 小剑灵不解的问 若是主人你执意想带着谢锦诚离开 宗主未必拦得住你 主人为何不直接带他走呢 云荣抹了抹唇角的血子 向来冷记孤傲的脸上染上层淡淡的哀伤 因为他不愿 自己可以为了他与全宗门作对 可只要他一句不愿 他便什么也做不了 谢锦诚很快煮好了粥 满心欢喜的端给云荣 云荣目光落在粥上 陈宗的记忆煞时间苏醒 前世每日清晨他早起练剑 桌上都会摆好了一碗 冒着白腾腾热气的白粥 如今才知 原来那些都是他亲手做的 云荣静静地摸缩着那碗白粥不作声 谢锦诚却已被他的动作吓得半死 他怎么还不喝 难不成下毒的事情被他发现了 他正忐忑之时 云荣端起那白粥一口一口地喝着 喝完后 他对着谢锦诚伸出手道 过来 谢锦诚看他已喝完 暗纳住心里的激动 走到云荣面前蹲下 云荣犹豫着伸出手指 缓缓地贴在了谢锦诚的脸上 前世的自己没有心 错过了那么好的他 这一世 他想好好弥补回来 于是他放弃了理智和清醒 捏住谢锦诚的下巴 低头稳住了他的双唇 撬开了他的牙关 谢锦诚死死地瞪大了眼睛 心中焦急万分的呼叫系统 快拿解药给我 可是已经晚了 谢锦诚不比云荣修为那般高 在云荣同他唇舌相处的那一瞬间 药效瞬间发作 一口鲜血吐了出来 系统还没来得及交出解药 他便昏死了过去 云荣眼含惊恐地抱住他 从容不迫的脸色 如同念剧般碎裂 他急忙运转周身 灵力救谢锦诚 结果下一秒 胸口剧痛 黑色的血字顺着他的嘴角流下 小剑灵吓得大哭 主人 呜呜 你没事吧 云荣抱着谢锦诚 呆愣天客 轻轻擦掉嘴角血字 没事 死不了 他看着昏迷的谢锦诚 喃喃道 下次再投赌 记得自己先服解药 他将人抱进了自己的房间 用灵力将谢锦诚身上的毒素缓缓递出 小剑灵心有余悸 主人 让他走好不好 他万一哪天真的杀了你呢 云荣淡淡道 他想要我的命 我便只能给他了 毕竟 这是我欠他的 可是他也知道 倘若他死了 仅凭谢锦诚如今的能力 没了他的庇护 谁都能欺负他 他喃喃自语 你想我死 可现在还不是时候 你还不够强大 从今往后 我要让你一点点强大起来 甚至还撬开了他的牙关 可他刚刚才在师尊的周里 下了毒药 真是自作孽啊 系统 解药呢 他灵力低微 已经等不及系统的解药 昏倒在云荣怀中 云荣才发现毒是谢锦诚自己下的 他帮谢锦诚把身上的毒素逼出后 小心翼翼地把他抱到床上 如果是谢锦诚想要他的命 他愿意给 但他需要先让谢锦诚强大起来 而不是现在任谁都能欺负他 次日 谢锦诚从床上醒来后 以为是系统给他解毒 系统摇头 他昏过去后系统也失去了意识 就不了他 那难道是云荣 他去哪了 他记得当时云荣捏着他的下巴 亲了上来 他疯了吗 排除他疯了的可能 还有一个更疯的想法 云荣喜欢他 而这个荒诞的想法 在他抬头的一刹那 便被否决了 只见窗外 云荣面前站着一个俊秀男人 暮色和他一样 前世都不知死活地喜欢上云荣 看来这辈子 他倒是没变 还是这么死心塌地啊 想到打脸来得这么快 下一秒 云荣就伸手接了过来 暮色指了指云荣腰间的玉佩 但玉佩是云荣的母亲留给他的 前世从未给过任何人 问他要这个 无自量 什么 云荣竟然连半点犹豫都没有 直接将玉佩摘下 逼到了暮色的手上 此时谢锦诚只感觉自己打脸 打他趴直下 系统还不忘补个刀 这情形就像是两个人 正在交换定情性 谢锦诚气得火冒三丈 他想不明白 自己前世哪点比慕色差 云荣能喜欢上他 却唯独看不上自己 系统沉默表示喜欢这种事 本就不是看男人有多好 也许只是一个眼神 一个瞬间 那个人就永远定格在了心里 谢锦诚冷静下来 是啊 云荣的喜欢并不能证明 慕色比他强 他好与不好 也不需要通过别人的喜欢来定义 谢锦诚恍然大悟 他知道那日云荣为何要认罪 之后又拒不承认 他只是想借此机会 探查宗主的态度 若真的怪罪下来 他不过是当了慕色的替罪羊霸 原来那个变数就是慕色 只要利用慕色 就能将云荣心里的缺口 一点点扑大 等他再拿到水晶 云荣的心思便再也躺不住了 将他拉下神坛 指日可待啊 云荣似有所觉 朝着谢锦诚的方向看不来 看见他后眼神一动 立即浅退了慕色 朝着谢锦诚走来 他解下身上的红色大肠 披在谢锦诚的身上 毒方抬解 你身体还很虚 不该出来的 下毒之人已查了出来 你不必害怕 这种事以后不会再发生了 谢锦诚尴尬地咳嗽了一声 不知道是哪个倒霉蛋 背了他的黑锅 回房后 云荣让他把衣服脱了 禁欲桶里泡着 他闻着这个味道格外熟悉 想了想才猛地记起来 这和慕色身上的一模一样 看来这人不仅要拿他 给心上人当替罪羊 还想把他淹入为了毒私人 物尽其用 算是叫他理解透彻了 云荣用水瓢将水淋在他的肩头 告诉他水添秘境之势 李同宗主说了 让谢锦诚跟慕色一起前去 谢锦诚心想让他俩一起去 这人该不会是想让自己 替他心上人开路吧 这么想着 只听云荣在他身后问道 你想我去吗 谢锦诚回眸 脸上堆满笑意 当然想 他若不去 自己就有麻烦了 云荣的手在半空中顿了顿 小剑林连忙阻止起来 主人别去 他就是想等你受了重伤后 好要了你的命 你不要听他的 却听云荣继续说着 我会让你带着纯军去 不必害怕 一瞬间 纯军和谢锦诚都沉默了 简直五为封顶啊 可谢锦诚想要的是 云荣这个人去 而不是带个纯军剑 这时 系统悠哉提醒他 纯军是云荣的本命剑 同他息息相关 带着他 可让谢锦诚离开他半个月 谢锦诚的眼睛立马亮晶晶 那就都听师尊的 而羊入虎口的小剑林 在一边痛哭起来 徒弟给师尊下毒 师尊却为他找了个替罪羊 还亲自为他沐浴 带他肩头慢慢淋水 泡完后 谢锦诚便觉得困意来袭 靠在浴桶边 直接睡了过去 云荣把他抱到床上 用灵力探查他的灵脉 帮他修复 前世他决然自曝 神魂四散 留下了灵脉窄小脆弱的后遗症 所以过了这么多年 一直进步频频 而暮色天生灵脉狭窄 能有今日 是靠他在繁建皇室 使用的一种药材开透的灵脉 云荣换了药材 在浮以灵力修复 谢锦诚便能逐渐变回前世那般 原本是想护着他 不要他受这些苦衷 可他忘了 谢锦诚不是龙中的金丝雀 而是雄心勃勃的阴子 他想将这只鹰放回到空中 即便谢锦诚羽疯满后 会回来要了他的命 之后 谢锦诚抱着纯军剑 在众弟子艳羡的目光中 站在了暮色旁边 围长老见了大叫起来 你个小兔崽子 居然把你师父的剑给偷来了 我这就跟你师父说去 太不像话了 谢锦诚笑音表示 这就是师尊给他的 放屁 那是纯军又不是破铜烂铁 还是你师父的本命剑 他能给你 你拔得出来吗你 旁边的储词 见了笑得意味不明 云师兄对徒弟 可是真的好啊 连纯军都舍得给 真是师 土 情 深啊 谢锦诚内心失笑 你阴阳错人了 云荣深情的正主 在我边上呢 暮色笑着解围 谢师兄既然说了 是云长老给他 必然不会胡说 雷长老便不要多心了 不过纯军剑拔不出来的话 也和废铁无意 师兄还是还回去吧 他怎么觉得 这句和废铁无意说的 不是纯军 而是他呢 他这就反击起来 即便只是抱他 都觉得格外安心 仿佛师尊每时每刻 都陪在他身边 暮色温和完美的脸上 瞬间出现了一丝不爽 谢锦诚看在眼里 心里美滋滋 舒坦 雷长老催促众弟子 尽快遇见出发 前往水天秘境 谢锦诚赶紧小跑到暮色身边 让他在自己一城 师兄有剑 为何不自己遇见 师尊的剑 怎能放在脚下踩着 我自然得一路抱着他过去 你也不想 我踩着他吧 暮色一脸不情愿地 让他上去一起 得逞的谢锦诚 心里真是乐开了花 这一路飞行到水天秘境 需要浪费不少灵力呢 能有个冤大头让他坑 何乐而不为 真棒 等你主人死了 我就把你抢过来 他的心声一字不落地 落在了云荣的耳中 小剑林赶紧出声安慰 他不会叛变的 可云荣却已习惯了 在水天秘境落下后 一个巨大的水帘 出现在众人眼前 一名弟子没忍住好奇心 用灵力去触碰那水帘 下一秒 他就被吓得大声尖叫起来 雷长老对他鬼扑狼嚎的样子 很是不满 他弟子声称 里面有个鬼 楚辞面色阴冷 这水帘借着水镜影响 有悲碳人心之用 能将心智不稳的人 心中所想或心中所惧照出 你是哪个凤的弟子 这般无用 还未进去呢 就被吓成这样 是指 你师父可是整个宗门 百年不遇的奇才 作为他的弟子 你的心智 应该不会如刚才的废物这般吧 敢不敢上去试试 有何不敢 谢锦诚可不怕 试试就试试 他这般落在楚辞眼里 就是在装洒脱 等着水帘将他对云荣的心思照出时 看他还怎么狡辨 远在长明中的云荣 借着纯军的视线 静静看着谢锦诚身前的水帘 只见那水帘中 渐渐浮现出一个人的身影 等看清那个人影后 相对于楚辞的一脸震惊 云荣却是满脸欣慰 他照出来的 全是他自己 水帘躺不出眼前人心中 最害怕或最真实的东西 便什么也会出现 楚辞忍不住皱眉 你做了什么手脚 我能做什么手脚 这水镜 难道就不能照出我自己吗 比起其他任何人或是 我更在乎我自己 这有何问题 云荣闭上了眼睛 看上去似乎对这个结果很难以 小剑灵不解地问道 主人 你不难过吗 曾经很喜欢你的人 如今已不再将你 放在最重要的那个位置 主人 你不难过吗 曾经很喜欢你的人 如今已不再将你 放在最重要的那个位置 为何要难过 比起在意我 我更希望他在意自己 将前世给别人的爱 这一世统统留给自己 云荣想起前世 他们也曾去过水天秘境 那时他还不知道 水帘显现出的东西意味着什么 让他将灵力送进去试试 可当他的灵力打进去后 那里面却什么也没有出现 空无一物 那时 谢锦承的表情明显失落了起来 而此时的秘境外 木色悄悄离开人群 他看向一滩水帘 这水帘既然能窥探人心 不知他能否借着云长老的玉佩 照出他心中所想之人 他掏出那块玉佩 放入水帘之中 水帘中五颜六色的水花 渐渐汇聚起来 木色紧张又期待地盯着水帘 那个人会是谁呢 然而那颜色却突然散去 什么都没 这是怎么回事 这时 谢锦承突然来到他身后 师弟 你躲在这里 干什么坏事 木色赶紧把玉佩藏了起来 可还是被眼尖的谢锦承看到了 这不是云庸贴身佩戴的那块玉佩吗 这事被我刺激得很了 都开始怀疑彼此的感情了 谢锦承俯下身去 与其十分柔和 我知道你喜欢我师尊 放心 他也喜欢你 木色瞬间脸红起来 又惊讶又惊喜 却又听谢锦承凑近他耳边 他睡在我边上时 时常在梦里 喊着你的名字 他挠起来 这人又在编排些鬼话 谢锦承看着他 愤愤离去的背影 笑得格外开心 人走后 他拿出从木色身上顺来的玉佩 有了这个 他又何必去辛辛苦苦地找水镜 转头就把玉佩 抛进了刚刚木色丢进过的水边 小剑凌慌张起来 主人 他要是真照出你心中所想 该怎么办 不会 云荣面上表现得很平静 内心却在不断压制那片缺口 这边谢锦承盯着水帘坐等 结果出现 可那水面竟什么都没有 他一把拽起系统的后搏梗 怎么回事 你不是告诉我 他心处内有缺口吗 这水帘可是半点波纹都没有 他毕竟不是水镜 功力肯定不及水镜十分之一 再加上这玉佩 只是沾染了云荣的气息 若他有意隐藏心绪 自然照不出来 但那水镜即便是再强的人 只要他心中有 便一定能照得出 谢锦承勾穿一笑 那就好办了 他又趁暮色不注意 将玉佩藏回到了他身上 此时 雷长老已经运用灵力 打开了水帘 众弟子纷纷跟了进去 谢锦承落在后面 枪打出头鸟 里面这么危险 就让他们先进去给打着吧 进去后 他就感觉不对劲 前世遇到的那些诡异阵法机关 怎么一个也没出现 竟然就这么全须全已的 进到这水田秘境中了 前面还挺热闹 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各宗门都来了 散修也来了不少 可当他在人群中 看到一个人后 一下子愣住 这不是当年逼着他 给自己当男宠的苏少主吗 真是冤家路窄啊 这时苏玉也发现了他 看上去一脸不满 你怎么还没死 放心 师尊也喜欢你 他睡在我边上时 时常在梦里喊着你的名字 暮色顿时挠起来 这人又在编排些鬼话 谢锦承看着他 愤愤离去的背影 笑得格外开心 等进入水天秘境后 他在一片热闹的人群中 发现了一位故人 这不是当年逼着他 给自己当男宠的苏少主吗 他在重生时 系统告诉他云荣 已经重生为万剑宗长老 他断不可去自投罗网 于是 谢锦承便去了 离万剑宗最远的灵兽门 遇见了灵兽门的少主苏玉 才相遇时 苏玉就色眯眯的 抬起了他的下巴 你长得倒是漂亮 若愿意做我的男宠 我当即便可以收了你 灵兽门少主怎么耗这口 真要命 他试图委婉躲开 哪知却被苏玉禁住手臂 还抹上他的腰肢 在仙门中 像你这样 只有脸蛋好看些的废物 不被我破 也只能被别人破 他这话虽难听 却是实话 没了前世的天赋修为 谢锦承只能任人宰割 但他还是要噎苏玉一下 那我还是宁愿被别人破了 他盯着苏玉身下的要害处 邪美一笑 你应该有些自知之明 苏玉被他气得牙根痒痒 一个手刀 上去就把他给踢晕了 他把谢锦承 装进了一个箱子 送到了万剑宗 谢锦承惊呆了 全是上辈子的老熟人 幸好他们现在不认识自己 宗主也不打算为难一个小人物 这笔杖他系在灵兽门头上了 要放谢锦承走 谢锦承站起来 正要喜滋滋地离开 却迎面撞到了一个人的身上 这人身上冰冷的气息好生熟悉 果然他一抬头就发现是云荣 同门好心跟他解释 这人是灵兽门少主送来的男主 离远点 别沾了回去 谢锦承低着头 咬紧了牙关 要命 怎么还是遇到他了 千万别被认出来 苏玉只是想占他便宜 云荣可是想要他的命 谢锦承绕过云荣就想跑 却被一条铁链死死保住 云荣向宗主请求 这人他要带走 他嫌少会向宗主开口要什么 既然说了 宗主也就让他带走 给他处置了 谢锦承真是欲哭无泪啊 救命啊 这下要死定了 就这样 都是因为苏玉 他才会被云荣抓到 成了他的徒弟 真是冤家路窄的 苏玉在人群中发现他后 眉头紧皱 你怎么还没死 我都把你扔万剑中去了 那群人居然没把你戳死 万剑中如今是越来越不挑了 我们灵兽门暖床的人 也能受坐地子 万剑中的弟子们 脸色顿时都变得有些难看 系统提醒他慢 谢锦承还淡淡表示 他没龙 这就反击起来 自然是比不得灵兽门 门内弟子个个都暖得了床 对外可遇敌 对内能伺候人 迎客转的零食 都够养过一个山头的人 苏玉顿时被他气急 再看谢锦承 还一脸不怕死的样子 在那里笑 忍不了 这实在忍不了 他提起鞭子 就往谢锦承脸上抽去 救命啊 这下要死定了 都是因为苏玉 谢锦承才会被云楼抓到 成了他的徒弟 没想到冤家路窄 再次遇到时 谢锦承还是不怕死的 在他面前挺进 这可把苏玉给气急了 他提起鞭子 就往谢锦承脸上抽 这时 一个戴着半张面具的男子 见谢锦承身上的文军 立即冲出来 拦住了少女 苏玉不喜欢跟这群人在一起 他让叶七将这里一分为二 他们一人一半 如此一来 谁也别招惹谁 谢锦承指着灵兽门的那一半 要选他们的 因为水晶藏在秘境深处 而水天秘境深处的入口 就在他们的名 不行 你有什么资格 和我谈条件 那就打一架吧 您的人选 就凭你 一个连剑都拿不起个废物 你等着 我一定打得你哭点喊呀 谢锦承扭头拍了拍 旁边穆瑟的肩膀 师弟 靠你吧 雷长老见情况如此 也附和让穆瑟去 整个万剑中都知道 谢锦承修为和天赋最低 让他去和苏玉 简直就是 把脸送上门给人打 还不如让穆瑟去 见穆瑟有点不情愿 还又倒起来 比起谢锦承 云长老自然更欣赏 有实力的地方 你觉得呢 穆瑟听完眼前一亮 跟打个畸形 拿剑向前直指苏玉 她的剑法免礼藏针 以柔克刚 正好压制苏玉的嚣张霸道 可要好好恶心一下她 苏玉老毛病又犯了 盯着穆瑟 秀气的脸笑道 你长得可真干净 输了的话你 陪我一尾 怎么样 谢锦承信冲冲 替穆瑟回答 可以啊 那你说了 就得去万剑中手一个月上面 如何 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 放心 你能赢 他绝对不是你的对手 谢锦承的语气 自信的一点也不像被人嘲笑的废物 她这副样子 莫名有些云长老的样子 别四处张望了 速速受死啊 苏玉的鞭子 已经偷了过来 穆瑟眼疾手快 赢了上去 果然如谢锦承所说 穆瑟的剑法 压制住她 苏玉怒了 你这使得什么鬼剑法 谢锦承在一边看戏看得上头 一会儿有人就要 变成落水狗了 穆瑟很是疑惑 仅通过穆测 便能看出 她和苏玉修袭的功法 又了解其中的克制关系 天赋 阅历非眼力三者 缺一不可 放眼整个宗门 也未必有几人能做到 那她一个废柴 到底是能做到的 难道 恍神之际 她不小心在苏玉 胸前滑了到大口 叶七慌了神 一掌就将穆瑟打背了出去 雷掌老眼怒了 对一个小背下手 你要不要脸 竟然还用法阵困住我呢 无耻 放我们出去 叶七放出一只巨大的红色灵兽 一个小小的弟子 也敢这般猖狂 我今日别要了你的命 不好 是叶七的本命灵兽 快躲开 暮色根本来不及躲避 吓得闭上了眼睛 再次睁开眼睛时 就看到谢锦诚 躺在了她的面前 师尊呜呜呜 他们都欺负我 快把我打他 你这小小弟子 也敢这般猖狂 我今日别要了你的命 不好 是叶七的本命灵兽 谢锦诚立即 挡在了暮色的面前 纯君 谢锦诚这小子 还真把特殊纯君 这时 谢锦诚察觉到 他体内的灵脉 似乎变宽了不少 灵力运转灵活起来了 叶七很忌惮他手上的剑 不论如何 看在这把剑的份上 我不杀你 我只要他的命 那边圈住的人随你杀 只有这个不行 暮色是他对付云荣的关键 不能让他有事 叶七也不再跟他废话 朝他冲了过来 谢锦诚挡住灵兽已是费劲 此时叶七再冲过来 更是抵挡不住 他赶紧将几根毒针 打入灵兽的眼睛 趁机拉起木色就开口 可身后灵兽的大爪子 已经拍了下来 谢锦诚一把将木色推开 自己挡了上去 他背后瞬间出现几道血痕 一股强烈的疼痛感袭向他 我去 这也太疼了吧 身后的灵兽 还是紧追不舍 谢锦诚已经无力反击 这时纯军突然飞了起来 朝着灵兽劈去 然后 落在一只修长好看的手上 有人用那漂亮的手 搂住了谢锦诚的腰肢 他一手拦搂住谢锦诚 一手握住纯军的剑柄 接着便对着谢锦诚后背的伤口处 输送灵力 帮他缓解疼痛 云长老 他这伤都没见过 不需要你耗费那么多灵力医治 不点担药很快就好了 我知道 但他怕疼 别哭了 不疼了 谢锦诚心想云荣把他的伤治好了 许是看他方才舍命就暮色 还想着帮他一下 那他借着师徒身份 叫他撑腰 也算合情合理吧 这么想着 他就把头埋在云荣胸前哭了起来 师尊 我打不过他 呜呜 拿着纯军也打不过 云荣见状 眼神变得冰冷 那只搂住谢锦诚的手没有放开 用另一只手对着叶七 狠狠地打了过去 叶七被打得直吐息 他认出 云荣就是当年因为少主将谢锦诚当自己难处 并羞辱他一事 将灵兽门十八座山门 凭得只剩十五座的那人 灵兽门弟子 纷纷照出自己的本命灵兽 想带着叶七离开 云荣没有阻止 只平淡开口 今日你走了 明日灵兽门的十五废 便只剩下十废 叶七赶紧伸手拦住重地 他知道 云荣不是在开玩笑 此事是我一人所为 我愿全力承担 但你不可过后 再找灵兽门的麻烦 自然 这笔账我本就只钻在你头上 最终叶七被打得浑身都是血迹 疼痛满人 谢锦诚报了仇心情大好 这就拍起马屁 我久知道 师尊绝对是最厉害的 云荣盯着他那一张一盒的红唇 想起了那次两人的纠缠一吻 他强装冷静别过眼去 压抑住了 自己想吻上去的冲动 一旁的目色发现 云长老眼里 自始自终 只容得下谢锦诚一人 那晚师尊突然吻上了他的唇 甚至还撬开了他的牙关 此时这大白天里 师尊盯着他那一张一盒的红唇 别过眼去 强行压制想搂过他 再次吻上去的冲动 而一旁的目色发现 云长老眼里 自始自终 只容得下谢锦诚一人 他以往认为 谢锦诚不过是个 一无是处的男权 但他方才展现了实力和天赋 还有舍己为人的大意 远不是他能抑上 对于目色的感谢 谢锦诚面上还装洒脱 都是同门 何必言谢 心中却道 若不是要留你对付云荣 我才懒得管你的死 谢锦诚本想趁机去找水晶 结果背后多了两个根屁虫 师尊是看他身上的伤害未来 这一路要跟着他 目色是一个人 怕对付不了 秘境中的灵兽 想跟着谢锦诚 一个没胆子赶走 一个不能让他死了 算了 三个人一起 所以一起吧 哎 真是麻烦 到秘境深入口后 谢锦诚跟系统询问 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能让他摆脱这两个人进去 他按照系统说的 把身上的伤口弄破 森林中立即传来 稀稀脆脆的声音 紧接着 他们周身便被各色灵兽包围 三面包围 他们就只能跳进入口了 谢锦诚的嘴角抽了抽 真棒 你有没有想过 我想摆脱这两个人 就是不想和他们一起进去 系统居然没想过 他真想给这不靠谱的系统 原地暴走一个 灵兽一将他们围住 芸蓉便率先挡在了谢锦诚面前 应付起来轻轻松松 看样子用不了多久 这些灵兽便能被消灭光 他趁芸蓉不注意 偷偷摸摸来到入口旁 纵身一跃 向着那入口跳下去 先走一步了各位 结果一旁的目色眼疾手快 居然硬生生把他拉住 还要拉他上来 他的伤口都碰裂了 看得出是真心想救谢锦诚 谢锦诚可真心是无奈了 大可不必啊 你放开我 我就谢谢你了 他用另一只手伸上去 要把目色的手指掰开 目色急得瞪在了眼睛 师兄 你干什么 而谢锦诚只让他好好待在上来 之后 他成功掰开目色的手 两人的手瞬间分开 他得以如愿以偿急坠下去 终于摆不这两个人了 这时 芸蓉从目色身旁闪过 迅速跳进入口 伸出一只手 想拉住谢锦诚 此时芸蓉已经伸手揽住了谢锦诚的细腰 并在他耳边轻声低语 抱紧我 两人的身体迅速贴合 紧紧拥抱在一起 他原以为芸蓉会带着他飞回去 结果有股犀利拉着他们下坠 上不去 现在他们下坠的速度 比他一个人实快了太多 还在越来越快 似乎这股犀利会根据个人修为强弱变化 修为越强 触底时砸得越狠 如同全部灵力摆射在自己身上 照这样下去 芸蓉不死也得重伤 是个除掉他的好机会 这么想着 他开始在芸蓉怀里挣扎起来 想振开他 没想到他刚一挣扎 芸蓉就松手放开了他 自己急急坠落下去 谢锦诚愣了愣 他看着芸蓉离他越来越远 急速下坠 他赶紧用尽全身的灵力 对着芸蓉打了过去 如此一来 他应该是死定了 那晚师尊突然吻上他的唇 口中的那条小水蛇 甚至还在肆意游走 即使师尊爱他入骨 在危难关头 及时出手相救 在他有性命之优时 以身犯险 以命相护 可他心爱的徒弟 却只想将他置于死地 关键时刻 他用尽全身的灵力 对着芸蓉打个过去 如此一来 他应该是死定了 果然如他所想 用光了身上的灵力 那股犀利也明显变弱了 谢锦诚落到底部 开始寻找芸蓉的尸体 如果他没死 那死的就该是自己了 他来到一个巨大的深坑前 里面没有人 芸蓉居然没死 系统提醒 如果他是重伤躲起来了 你就上去补一刀 不然等他出去 一定会要了你的命 就算是重伤 这么短的时间 他能爬到哪去 突然谢锦诚眼前一亮 找到了 前方那躺在地上 昏迷不醒的人 吴正式芸蓉 他从身上戳出一把锋利的匕首 慢慢靠近地上那人 走进芸蓉身边后 他先是观察了下 发现此人已是毫无反应的样子 但以防万一 还是决定再补一刀 于是他毫不犹豫地 对着躺在地上的人 狠狠刺了下去 顿时血花似箭 终于放了下来 可突然一个清冷的声音 在他身后响起 你在找我吗 谢锦诚的身子猛然一僵 冷汗瞬间就下来了 他僵硬地转过头去 芸蓉正完好无损地 站在他面前 衣衫整齐 就连头发丝都未乱 这哪里像是重伤的样子 再回头看方才 他匕首刺入的地方 哪里还有血迹和人影 竟然全部都是幻觉 谢锦诚心中一寒 吓得后退了几步 完了 这下真完了 他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尽管知道肯定打不过 但还是十分警惕地盯着芸蓉 芸蓉的脸上 还是一如既往的冷静之色 全然看不出 他到底在想什么 突然他伸出手去 将谢锦诚的脸捧了起来 全然不顾他的挣扎反抗 就把一颗红色的药丸 塞进他的嘴里 谢锦诚唯恐是毒药 眼看就要吐出来 芸蓉的双唇立即贴了上去 堵住了他的嘴巴 还用小水蛇顶开他的牙关 强迫着 他将药丸吞了下去 谢锦诚拼命推开他的怀抱 却在此时听芸蓉说道 这是解药 他捂着喉咙不明 所以芸蓉为何要给自己解药 这里的珊瑚有毒 毒性散发在空中 每个进来的人都 极易产生幻觉 我方才在上面被幻觉所扰 看到你突然出手 便将你推开了 谢锦诚心里松了一口气 看来芸蓉是将他刚才的举动 当成了幻觉 他赶紧上前抱住芸蓉 那声音好不委屈 我下来看不见师尊 一个人好害怕 好了 不怕 没事了 有我在 刚才 你在幻觉中看到了什么 一只凶兽 果拿匕首杀了他 再看却发现他消失了 才意识到是幻觉 回头看到师尊 便误以为又是幻觉 芸蓉没有再回答 谢锦诚能感觉到 他整个人都靠在了自己身上 似乎是晕了过去 他的手指 放在芸蓉的手腕处 探了探他的脉 果然身受重伤 真是天助我眼 谢锦诚一手扶着他 一手掏出匕首 就要对着他的心脏处 狠狠刺下 眼看就要刺进去 结果手腕突然被牢牢抓住 明明刚刚还半死不活的芸蓉 此时已经睁开了眼睛 还轻而易举地夺走了他的匕首 给谢锦诚下的腿都软了 师尊 你没事吧 我方才又出现幻觉了 解药还未见效 这个我先替你收着 谢锦诚长呼一口气 幸好没暴露 看他这样 即便真的重伤 也不是自己能对付得了的 还是安分些 小剑林想不通 主人怎么会被这么拙劣的理由骗过去 赶紧开口提醒 主人 他方才分明就是故意的 在上面也是 我看到他在你落下后攻击你 你别被他骗了 什么 原来主人都知道 那你就这么宗的他吗 万一 万一哪天 你真的被他杀了怎么办 我就没主人了 而且以后呢 他要杀你 你就真的会把命给他吗 在他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之前 我是不会让自己死的 至于以后 我欠他的 钱是他因我而死 今生他要怎样都不过分 主人 你就这么宗的他吗 以后他要杀你 你就真的会把命给他吗 那我就没主人了 在他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之前 我是不会让自己死的 至于以后 我欠他的 钱是他因我而死 今生他要怎样都不过分 我被关在剑阁几百年 好不容易有了主人 我不想主人死 既然如此 那就只有 小剑林趁着云荣虚弱之际 摆脱了他的控制 违背他的命令 控制着自己的本体 对着谢锦诚 狠狠地刺了过去 纯军助手 云荣的神色骤变 他立即施法 想将纯军召唤回来 却被小剑林直接挣脱 谢锦诚感受到 这剑气凌厉冰冷 同前是分毫不差 他果然还是要杀我 云荣没能及时控制住纯军 此时瞳孔微缩 直冒冷汗 内心慌万不已 只听羞的一声 纯军从谢锦诚的脖梗处划过 直直地穿进身后的胶石 半个剑身都进去了 可见其力度有多大 谢锦诚抬手 摸了摸脖子上的血迹 只是很浅的一道剑伤 看来他只是在考验我 没想真的杀我 方才如果我躲了 现在可能才真的死了吧 云荣用尽了最后一丝力气 才控制住了纯军 喉咙涌上大口鲜血 被他死死的含在嘴里 强咽了回去 小剑林慌了神 主人 对不起 我不知道会伤到你 我 云荣将小剑林收回灵府 转而一点担忧地看向谢锦诚 如果方才他没拦住 谢锦诚是不是又会因自己而死 云荣问向他 为何不躲 为何要躲 师尊这么疼我 怎么可能会杀我 我还以为方才又是幻觉 可云荣却说那不是幻觉 他什么意思 故意告诉我他动了杀心 想看我作何反应 谢锦诚走到云荣旁边 并拉起了他的手 将云荣的手放在自己的脖子上 那也不躲 师尊如果想要徒儿的命 徒儿也能给 云荣一愣 他看着那双满是真诚的眼睛 仿佛只要自己开口 他真的会把一切奉上 可见过了谢锦诚毫无保留地爱自己的模样 眼前不过是一张完美的面具 我想要什么 你都愿意给吗 当然 师尊就是我的一切 我永远对师尊忠诚不二 你的一切 忠诚不二 对对对 是是 谢锦诚表现得 真是真诚的不能再真诚了 连发誓的小指头都竖起来了 云荣沉默半赏 仿佛要将谢锦诚盯出一个窟窿 然后淡淡道 我信你 这两个人还真是 嘴里都违心地说着 连自己都不信了这话 我们回去吧 来处只能静 不能出 若想出去就随我来 云荣竟直转身往一个方向回去 谢锦诚围巾之际 只能跟着他 两人沿着一条小路一直往前 越走越深 而两边竟多出了许多白 这些都是什么人 这些人的修为都不低啊 怎么死的 受水尽影响 被困在自己的心魔中 无法自拔 沉溺而亡 像师尊这样的人 应该没有害怕的事 云荣没有回头 沉默两久才淡淡回答 有 谢锦诚一愣 随后眠眼笑起来 那师尊可要将心事藏好 千万不能让人发现 当云荣问他有没有时 谢锦诚立即回答 有啊 不然害怕的事情可多了 怕疼 怕黑 怕被人欺负 最怕 最怕师尊不要我 前世 他连喜欢都不敢直言 今生许多话 反而张口便来 只可惜能轻言出口的 从来都不是真心 我接受了你 你便永远都是我的弟子 不论你做了什么 都不会改变 若有一天我死了 你便是长明峰唯一的主人 师尊怎么会死 这个世上 先有能杀死师尊的人了 云荣不置可否 走到路的尽头 前方似乎有一盏灯 他让谢锦诚在这里等他 自己走向前查探 谢锦诚疑惑地站在原地 他看到云荣拿起 那个发光的东西 然后对准旁边 一个巨大的漩涡 随手扔了进去 谢锦诚躲在他身后 探出小脑袋 眨巴着他那卡兹兰大眼睛 这样就行了吗 刚说完 瞬间一阵地动山摇 周边都在巨别晃动起来 这是怎么回事 云荣立即转过身将 谢锦诚紧陆在怀里 别怕 无事 等他再次睁开眼睛时 发现周围的景象全变了 我们这是出来了 刚才那个漩涡是什么 连接繁界的通道 谢锦诚又想起 他刚刚扔下去的东西 师尊 你把什么扔下去了 得知答案后 谢锦诚愣了愣 他说什么 水晶 天哪 就大命了 现在告诉我 你想要吗 云荣带着谢锦诚 从密尽出来后 谢锦诚突然又起 他刚刚扔下去的东西 师尊 你把什么扔下去了 得知答案后 谢锦诚愣了愣 他说什么 水晶 天哪 就大命了 云荣察觉到他的想法 盯着他问 你想要 他想要 他当然想要 他拼死拼活大牢员 跑来这里 就是为了水晶 现在好了 啪击一下 没了 但他能说自己想要吗 万一云荣问他要这个干什么 他总不能说 自己是想借这个搞死他吧 于是他只能面上保持微笑 不 我不想要 徒儿只是纯粹好奇 你若真的想要 我便去把他取回来 给你 去凡剑 便可取回来 谢锦诚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大不了他自己去凡剑找 也不是什么难事 你想自己下去取吗 云荣这一问 让谢锦诚一惊 他有一种里里外外 都已经被这人看透的错觉 但若 真是如此 他又怎会 还留着自己的命 原来 你方才故意跳下去 不是为了他 谢锦诚无语了 这怎么还有一种 被他戏耍了的错觉 可他抬头看向云荣那张 面无表情的脸 又觉得这不像 他能干出来的事 师尊 看见了 既然师尊知道 我想要 为何还要把他扔下去 因为你没跟我说你要 云荣这一本正经的回答 还真是 谢锦诚觉得 他在故意玩自己 但又没证据 现在告诉我 你要吗 云荣看着谢锦诚的眼睛 再次问他 他离得那么近 让谢锦诚又想起了 那晚两人的吻 他怕自己说不要 云荣会不会做出 更不可思议的事 这才老实成任想要 云荣点了点头 今后想要什么便说 不必藏着掖着 半月后 我带你去凡剑找 谢锦诚愣了愣 随后反应过来 他这是 要帮自己找水晶吗 师尊都不问我 要他做什么吗 云荣沉默了会儿 扭过头去 不想知道 想来也不会是什么好事 不是为了杀他 就是为了方便杀他 谢锦诚不知他心中所想 心想这人如今 果然还是信任他的 便上前抱上云荣的胳膊 乖巧道 师尊真好 云荣牵起他的手 就这么一路紧紧握着不放开 带着他回到了 原本秘境入口那 暮色首先发现了他们 见他们没事满脸的开心 云长老和谢师兄回来了 还好还好 都好好的没出事 不然我实在不知 该怎么和宗主交代 师兄 你当时放手 是怕连累我 把我拖下去吗 谢锦诚看着他那别扭样 内心十分惊恐 等等 你该不会想移情别恋吧 不可以 吓得他连忙摆手 没有 我只是没抓住 你千万别多想 我就你只是因为 你和师尊在凡间 兜出自同一黄世儿 暮色皱了皱眉 仿佛明白了什么 师兄是想告诉自己 他有多在意云长老吗 好让自己知难而退吗 他是喜欢云长老 曾经也觉得自己 有资格以弟子的身份 陪在他身边 可师兄不仅比他 更喜欢云长老 还比他更优秀 雷长老脚尽脑汁也想不通 也不知水天秘境 到底怎么了 好端端的竟然塌了 那就要问问 我的好师弟和他徒弟 在里面干了什么好事 谢锦诚看着他 浑身几乎被包成粽子 一般的滑稽模样 放肆地笑出了声 楚师伯 秘境他的时候 是不是都砸你身上去了 楚师被他气得那怒气 简直要冲天 你 师弟 管好你的弟子 云荣看了眼谢锦诚 淡淡表示 他很好 无需管教 谢锦诚原本收敛回去的笑声 又放了出来 见楚师用眼刀寡向他 就躲到云荣身后 挑衅地看着他 雷长老赶紧上来做何事了 你们是不是在里面 不小心触碰到什么机关 哦 你把水晶扔下去了 什么 你把水晶扔下繁介了 水晶是支撑这秘境的力量来源 一旦丢失 秘境里的一切就不复存在 苏玉不可置信地跳起来嚷嚷 你说什么 我看你是找死 你 谢锦诚以为 他得和云荣打一架 刚想着看热闹 却见他看到云荣的脸时 突然停住了 脸上的表情 也从愤怒变成了吃相 只听苏玉死心不改的声音传来 这位美人有没有兴趣 来我万寿门 没兴趣啊 那就陪我一晚 想要什么你说 水晶的事 我也不找你麻烦了 行吗 谢锦诚不禁感慨 这苏玉还真是色胆包天啊 这时云荣突然照出了纯军 剑刃抵在苏玉的脖子上 语气波澜不惊 还想是吗 苏玉咽了咽口水 他想起来了 当初把谢锦诚丢去万剑宗后 半夜提着剑杀上门的那人手中 拿的就是这把剑 他看了一眼云荣身后的谢锦诚 突然笑了 我为了调教男宠 特意去和欢东学了一门控制人的法术 中了奴硬在他们身上 除了我 谁都解不开 你猜 你的小徒弟身上有没有